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 心理治疗第三章的第二节 心理治疗是否是一种职业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先跟你来读一读 这节十段里面的前面五段 那么从第一段一开始呢,他就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 心理治疗是否是一种职业 他说严格来说并不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牵涉到心理治疗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发挥了作用 那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治疗关系中 既是病患又是治疗师 这个是我们前面不断去强调的 那么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把它标签化 就是说这个人就是病患 或者说这个人就是治疗师 那么等一下我会讲到一本心理治疗小说 那里面就透过小说的形式呢 很有意思的去呈现出这一点 那里面的这个治疗师呢 自己碰到问题却没有办法用自己 往常在教病患的去帮助他自己 就最后有一个病患呢 反而倒过来变成了他的治疗师 这个还挺有趣的 那他说呢 但是从现实层面来说 我们还是可以说确实有些人 把疗愈工作当成此生的专业 专职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所称的那种 治疗师或的辅导员 心理治疗师 那么他说呢 下面第八句 他们的专业足以答复病患的特殊需求 但是除此之外 他们更可能是一位优良的教师 优秀的教师 这个教师指的就是上主之师 所以这个他们的专业 就是心理治疗的专业 他可能有不同的门派 那有不同的理论 这个专业呢 是比较偏向于是严教的部分 就是他怎么样的去辅导你 教导你 然后跟你说些什么 来帮助你脱离你目前的那个窘境 但是我们前面有强调了 其实严教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很大 那可能更大一部分的是 关于身教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治疗师能够活出宽数 那这个宽数也会折袭到 坐在他对面的这个病患 那这个是他所谓的 良好的优良的教室的那个含义 那下面第二段呢 他说首先专业治疗师的身份 最能为人示范疗愈 没有难以之分的事实 为此他需要特殊的训练 因为在一般世俗的 心理治疗的培育课程中 可能很少 甚至根本不教导真正的疗愈原则 但这是很讽刺的 他说在现在 现今的心理治疗师 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 可能甚至根本不教导真正的疗愈原则 那当然 我们过往能够去接触到的一些 不管是像佛洛伊德啊 佛洛姆啊 大小佛 然后还有像是阿德勒啊 或者说像是荣格啊 其实他们讲到一些东西啊 里面都有很好的东西 他们讲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学说吧 但是 当然跟其一根相较之下 里面还是有很多小我的东西 在那边 那么 他甚至也没有 可能甚至没有上组之子 跟上组之角色 然后也没有画像跟实像的划分 然后里面所讲的宽数 也还远远的不是其一课人所说的宽数 好 那所以 怎么样的疗愈原则呢 就是 疗愈没有难易之分 好 那有怎么样的一门课程 有教到这一根 可能很少 好 那甚至他所教的还可能跟疗愈的宗旨 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你不是 要不是在圣灵那边 就是在小我这边 那这两者是正好是 截然相反 背道而驰的 那么他说 世间的培育课程非常强调评估 好 那这所谓评估呢 其实就是 要诊断病患的意思嘛 好 那么当然这个精神科 也是要诊断的 好 要给病患下诊断 好 那么 这个评估是 特别是针对病患 那这个时候 这个治疗师 好像就变成一个判官 而且他是 能够以他的 主观意识去认定说 这个病患 他是生什么病 然后他应该怎么治疗 但这个都是从世俗 人间的 好 哪怕说这是一个 专门是一个学科 这个还是属于世俗的 但其实一个人的角度 会与此完全的不同 好 那下面第三段呢 他说 连这种治疗师 圣灵都能加以利用 也就是说 他可能受了世俗的 这个训练 然后 其实他 以奇迹来看的话 他里面 还是有很多错误的知见 或者说偏见 但是这种的话 圣灵都还能够加以善用 只要他肯向圣灵 表示一点点欢迎之意 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完美治疗师 基本上不存在 那你远远的不需要完美 你只要有那么一个通往宽束的怨心 即使这个 你的大部分的思维都是扭曲的 但是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怨心 圣灵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关系之中 那这跟你有没有学习 一课程也没有绝对的关系 好 那他说 尚未疗愈的治疗师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正本的九之五 他说有时候会表现的 相当的傲慢 自私 漠不关心 甚至骨子里很不诚实 就是说 可能会表现的很小 那这个呢 不好意思 也是我们实际碰到的情况 不管是 所谓的 有牌照的心理治疗师 或者是一些 没有牌照的 心灵老师 我们都碰过 那我们就说 没有人是完美的 那你碰到这样的老师 不用太惊讶 因为老师也是人 治疗师也是人 但是只要病患 或者是治疗师 他真的有一颗 想要宽恕的 那个心的时候呢 这段关系呢 就会有所进步 跟提升 有所疗愈 那么我前面 讲到的一本书 是心理治疗大师 欧文雅隆 非常著名的 一本小说 心理治疗小说 叫做 《诊疗以上的谎言》 那这本小说 算是我读过 他的小说里面 我觉得最有深度的 那也是最有趣的 包括这个 病患跑去骗 那个治疗师 然后刻意跑去骗他 还骗走他一大笔钱 然后这个治疗师 就觉得非常沮丧 然后根本没有办法 从自己以前 交给病患的那些 法则中 把自己疗愈过来 就最后有一个病患 反而成了他的治疗师 那他其实就呈现出 所谓治疗师呢 被病患 有时候看得 好像是神一般的人物 然后给出 怎么样的一种 无条件的爱 但是实际上 后面 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就像他这边所说的 因为有小我 或者说有人性 那下面 第三段 最后面 他说 就这样 他祈求圣灵 进入他们的关系 而获得了疗愈 所以这个治疗师 他最重要的 不是用严教去 告诉那个病患一些什么 而是用自己的身教 去活说宽处 最后他自己能够得到疗愈 所以他是 祈求圣灵 进入他的关系 不是由他自己去决定 他要怎么去疗愈 而是说由圣灵来决定 那由圣灵来给出那个疗愈 那么 他只是一个管道 那这样 他就亲自接受救赎 或者说 这就是所谓 亲自接受救赎的含义 那你如果要找 这个在哪里呢 他是在正文的第二章 第五节 有讲到 奇迹工作者 他所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亲自接受救赎 好 那接下来第四段 他说创世纪 就是圣经旧约的创世纪 有一句话 这个是在创世纪的最前面 开篇的部分 他说 因为他就说 上帝花了七天 应该其实是六天时间 创造这个世界 然后最后一天休息 就礼拜日吧 那么他说 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 认为非常的完美 好 当然 其一个人引用了这句话的话 他指的意思就不是 眼前这个有心有强的世界 跟圣经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说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是上帝先宣告造化的完美 造化才成为完美的 那么而且他的造化 既然是永恒不易的话 那么如今依旧完美无缺 意思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完美的话 绝对不会像那个 旧约圣经里面 所呈现出来的那样 好像一开始创造了一起 这个世界 然后看起来这个世界很不错 然后开始就 不断的去复制 那个亚当跟夏娃犯了罪 然后被赶出伊甸园的那个结果 就是总是上帝的子民 总是不愿意听上帝的话 然后上帝就要 不管是降下洪水 还是降下瘟疫 总之就是要 把他们给杀除 然后呢 然后又有一些人 好人留下来 可是好人不晓得 为什么又堕落了 那么提一根 博弑这样的说法 他说如果上主创造的是完美的话 那这个完美一定是永恒不易的 不可能从完美变成不完美 好 那么说 他说人间不可能有完美的心理治疗师 或者完美的病患 好 这我们前面强调过了 那如果是完美的话 你就不会来到这了 好 真的完美的人是不会来到这里的 好 他一定是跟上主在一起 那完美的存在 他眼里看到的也是完美的存在 所以他不会觉得 他需要投身到什么地方 去拯救那边的那些不完美的状态 好 不需要 好 所以真的完美的人不会来到这边 那么来到这里呢 都是有课题的 好 所以他们必然早已否定了自己的完美 如今才需要彼此来弥补自己的缺陷 好 那么他说一对一的关系并不是一体的关系 但是他却是回归一起的途径 途径之一 好 这是一种途径 也就是说 透过病患跟治疗师的关系 然后呢 把它提升为一种宽宿的关系 然后再提升为一种神圣关系 当然也不是说病患跟治疗师的关系 就是最好的一个修炼 或者最容易 或者说最快 最便捷的一条途径 他也没有这么说 他就是一种途径这样子而已 好 那下面第五段呢 他说每一次的会晤都会为病患跟治疗师 带来某种益处 但那种益处会被妥善地保存下来 直到有一天他们才会恍然大悟 其实他们的关系里面只有那一部分才是真实的 那这个到底是哪一部分呢 也就是说他们有那么一时半刻 是以宽宿的眼光去看待彼此的那一刻 那个才是真实的 那么所有其他一切的 尤其是言教的部分呢 那些都不见得有什么真正的益处 那么他说 那个益处会在圣灵的祝福下 回到他们心中 成为造物主的礼物与生爱的象征 因为凡是具有疗愈性的 疗愈的关系呢 必然施法天赋与圣子的关系 也就是说当这个病患跟治疗师的关系 他们去施法天赋与圣子的关系的时候 那他们的关系才是真正有益处的 那当然讲的白一点 其实就是他们彼此能够去放下自己的身段 身份 不是以某某师或某某病患去界定自己或者对方 而是去看到更深层次的 共同的本质 他们里面共同的本质 那这样才是去往一体性的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他说此外就没有其他的关系了 因为此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 好 那么下面的第六句跟第七句呢 他的翻译偏离的原文还蛮多的 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把它修认过来 那么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能会把这节重新翻译 那么就留待那个时候 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研读的心理治疗 第三章第二节的前半 他的标题是心理治疗是否是一种行业 他的决定